远远一看像是一艘飞碟停在楼顶上 它是西雅图最有名的太空真塔 乘坐电梯只要41秒 就能抵达约160公尺高的景观台 好比台北101巴黎铁塔一样 是当地的知名地标 别看我现在是很轻松的散步着 我脚下踩的其实是一块透明旋转盘 当初这块旋转盘可是花了一亿美金打造的 不过如果你想要欣赏更好看的风景 请往旁边看 风景角度随你选 整多城市美景净收盐地 只不过往下一瞧还真的有点腿软 太空真塔曾耗资1亿美元重新整修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会旋转的高空玻璃地板 而西雅图的第一还有这里 靠着一张信用卡或是手机扫码 就能通过砸门来到全世界第一间的无人超商 体验拿了就走的购物模式 头顶上或架上密密麻麻的感测器监视器 随时记录你的消费行为 当我在无人超商里面选好产品之后 只要简单地走出来 他就会自动结账在我的信用卡上 选好商品不用找人结账 直接离开就会收到账单 事实上台湾公园院也有打造无人超商 两边相比就差在最后的结账 台湾可以再次确认清单 亚马逊则会直接收到扣款通知 亚马逊布置打造新的零售模式 总部三个连在一起的球状温室 里头重满奇花一草也成为热门景点 创新科技替西雅图带来满满观光商机 每日新闻六期盐开 美国西雅图采光报道